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13号说 由于政府方面错误的推动解除制裁 财政部的提议有缺陷 他将很快在参议院发起表决 以反对美国政府有意解除对三家俄罗斯企业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去年4月制裁俄罗斯商业大亨杰里帕斯卡和三家俄企 当年12月19号财政部告知国会 有意在30天内解除对三家俄企的制裁 因为这些企业同意推动结构性改革 以削弱杰里帕斯卡对企业的控制 杰里帕斯卡与克里姆林公关系密切 与已经认罪的特朗普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有来往